出資料,再格式化 可是你想說,老師那你剛剛為什麼這麼麻煩 這個後打 然後呢 其實關鍵在這裡 你打了瓜糊之後 他會有麻煩點 就是你點下去怎麼樣 他不會提示 你要自己把Lumber Formate Local打出來 那當然你要打很多字 有時候你拼錯字就麻煩了 所以剛剛為什麼這個瓜糊後加 是因為如果你不加瓜糊 你點下去 打一個N就可以了 在優標點兩下 那就等於 你要什麼格式 放進來 但是呢 千萬不要急 記得要把這個瓜糊補上去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它補上去的話 他就變成 本來應該是這個儲存格 如果沒有加瓜糊變成全部的儲存格 Sales指的是這個工作表的所有儲存格都會套用到這個格式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做完之後 剛剛輸出本來是會有那個小數點的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加上來直接執行一下 清除 來執行 有沒有 這個時候他就會是沒有小數點的 他的做法是先做一個輸出 再格式化這個 再換下一個 再格式化 應該了解那個流程吧 不過另外還有一種做法 就是說如果你每一次輸出 然後就一個 一個 這個格式化 好像有點浪費時間 是不是可以怎麼樣 全部輸出完 再一次 全部做格式化 可不可以 那當然可以啊 可是做法上 其實也是可以啊 如果說你最後做完 跑完回圈之後 如果你要全部一次對不對 那你可以用Range 這個時候因為已經不是在回圈裡面 你可以告訴他用Range物件 那Range物件的話 那Range物件的話 刮虎 因為Range是一個範圍嘛 你可以告訴他說 我要從 I欄 I欄的 I13 到 I12 I27 然後呢這個範圍呢 要幫我呢 點 Lumber Formate Local 等於什麼 剛剛的D 這樣也可以啊 那這個差別在哪裡 這個是一個輸出 做一個格式 這個是全部輸出完了 再幫我怎麼樣 全部 改為 那個什麼呢 沒有小數點 哪一個比較方便呢 其實 理論上這個速度會比較快 不過說真的差別不大 為什麼 因為 感覺不出來 現在電腦的速度都太快了 兩種方式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如果初期啦 如果你不太熟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用上面的方法 會比較好轉型 因為它是 兩個是一樣的 那你先輸出 再格式化 如果你這樣熟了之後 你可以 再用這個方法 OK 這邊的話呢 提供給各位參考 格式化 也就是說以後 反正你只要 想到要格式化什麼 只要給一個格式 制定的這個東西 放在Lumber Locate 那個 那個Formate Locate 後面就會幫你格式化 無論是數字 日期 文字 都適用 OK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個屬性其實非常的重要 它等同就是說 幫你去做一個儲存的格式 或者是一個Range的格式 通通都可以 那所以說以後 你只要套用 反正你想到了 這個要做什麼什麼什麼動作 而且 其實格式化裡面 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甚至在格式化裡面 還可以下公式 那這個怎麼做 我想你自己再做一個變化 裡面可以做出非常多的 這個這個 你要的結果出來 有時候 你先來做一個 有時候 做一個